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演戏这么多年 演员林心如扮演的角色大多是温柔贤惠及传统美德于一身的完美女性 到了眼下正在拍摄的这部苏东坡依然没有多大的改观 林心如在剧中扮演陆毅版苏东坡的原配夫人 戏里面林心如的戏份既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 也没有什么离奇坎坷的命运 我们俩没事跟吟诗作对啊 对啊 他写诗的时候我帮他磨磨啊 要不就跟他说 这个小妾 这个女孩挺好的 之后就收了他之类的 做一些比较宽容大度的事情 然后再生孩子 近日必有鲍鱼发生 如此大热的天 你现在是会有鲍鱼 夫君 这是上小天文下之地理 莫非是孔明转世 可以到今日才现真身呢 身为才女林心如和扮演苏东坡的陆毅 一样面临着要背诵大量古诗词的考验 而二口的半文言文式台词 李尔林心如难以适应 我家夫君为何自圆积压 是怕难民饿死冻死 怕难民聚集起来酿成名便 我家夫君所作所为 我觉得这个戏是真的是比较 比较正统的一个古装剧 所以它里面的台词都蛮文言文的 只要一演古装戏林心如塑造的角色 往往是温情款款 柔情似水的良家女子 林心如也在想办法 希望能突破这种单一的角色模式 那长得比较贤惠一点了 所以大家找我演一些比较大家闺秀啊什么的 不过我很欢迎有任何可以突破 我现在形象的戏来找我 我是很愿意去合作的 其实戏外的林心如的个性 和戏中的角色恰恰相反 性格是那种咸咸的什么都不会 也不会做饭 也不会整理家务 然后也不爱做这些事情 应该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不是很温柔的 我是属于比较性格活泼一点的 那怎么办呢 就长一个很女孩的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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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